哈喽大家好我是龙二 今天魅族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魅族在2019年上半年计划推出的最后一款手机 魅族16XS 那这款手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简单的看一下 作为魅族16X的升级版机型 魅族16XS在外观上整体还是延续了 魅族16系列家族化的设计语言 正面配备了一块6.2英寸的三星定制 Super AMOLED极边全面屏 屏占比达到了90.29% 再加上上下左右全对称的设计 与常见的刘海屏 水滴屏或者说挖孔屏相比 看起来还是要舒服一些的 魅族16XS的屏幕还通过了 德国VD安全护眼认证 有效过滤33%的有害蓝光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双眼 另外魅族16XS采用了 最新一代的屏幕指纹识别技术 可以实现0.2秒的急速解锁 在中框部分 魅族16XS并没有采用金属材质 底部保留了3.5mm耳机插孔 同时使用了USB Type-C接口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用 手机背部并非玻璃材质 但在内部采用了特殊的工艺 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观感和握质感 相较于魅族16S而言 魅族16XS背部最大的变化 应该就是在摄像头上了 左上角原本的双摄变成了一组4800像素的AI三摄 而这也是魅族品牌旗下的第一款三摄手机 主摄采用三星GM1传感器 配合新加入的超广角镜头 可以实现118.8度的超广角拍摄 具体表现如何 在后续的详细节目中再与大家分享 最后来说说配置 魅族16XS这次并没有激进地去选择最新的骁龙730 而是相对保守地搭载了高通的6系神优骁龙675 6加64GB起步的存储 配合全新的弯慢的3.0智慧引擎 应付日常使用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讯号方面 魅族16XS内置了一枚4000毫安式电池 同时支持了18W的mCharge快速充电 从参数上来说还是比较给力了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售价 魅族16XS提供了6加64和6加128GB两种存储版本 售价分别定在1698和1998元 5月30日开启预售 6月10日上午10点首发开卖 对这款手机感觉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那关于魅族16XS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观众有时可以最运级数码体验 点击订阅关注微转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